我自己覺得我有點報復性工作 就是可能出關之後 開始每個月都把自己塞得很滿 因為之前休息太久了 17天也都沒有收入 那趁現在能賺就趕快賺一賺 你知道女生的 女生的送病比較短一點 許凱希確診出關 報復性上工 蘭西梅私下真實面 真的有嚇到 可能算是蠻前面被報導出來的人 那我會怕說 走在路上會不會 大家看到我也會覺得 你怎麼會走在路上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是 後面7天我也是完全沒有出門了 我就是17天關好關門 許凱希以前是野貓族來著 確診後體力大捷 說睡就睡 波特金牛座就是務時 今年從歌手轉戰主持的他 出關立刻報復性上工啦 那你家路怎麼打 到現在你會做三個月 沒有沒有 兩個月左右 然後我覺得新梅姐真的 因為之前都是聽別人講說 她最後被很照顧很照顧 但是因為沒有真實的 跟她這麼密切的 就是這麼親近過嘛 所以我真的有嚇到耶 有一天我跟變青華一起錄了 女大一個精品之夜 然後我們當時要扮成那個SELS 就會穿那個西裝嘛 然後別上一個愛馬仕的領巾 然後是新梅姐提供給我們兩個 那天錄完我有下個通告 然後我很急著要整理東西 我就把我的鈴巾拆下來 然後要拿去還給新梅姐的時候 她的助理就走過來跟我說 開心 你不用還新梅姐 她說要送你 哇喔 然後當時就覺得好感動喔 因為我會覺得對我來說很有意義吧 有時候 比如說新梅姐會PO一些 她可能收到一些食物的 或是她的冰箱裡的行頭等等 然後我可能只是留言就說 哇很厲害啊什麼 我其實沒有任何意思 我只是想說 我真的覺得她很多東西 是讓我覺得 哇你崇拜這樣 然後我隔天她就會拿一箱飲料說 這是給你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 很溫暖的前輩 而且有把每個人說的話 都會放在心上 現在就是事業上是滿意的狀態嗎 因為我自己出道滿久 大概今年是第17年 然後我自己覺得 我真的有找到自己的定位 就是這三四年 對 所以我也蠻感謝當初 要我踏出舒適群的人 因為我之前就是很死腦筋 一直覺得自己沒辦法 升任這份工作 感覺天才 通通通不是 變進你所持續的 一個很重要的 對 算是 也因為這個節目 帶給我更多的自信 那現在事業專家OK 那是感情的部分 喔 有喔 你說什麼時候 我覺得我感情跟事業 這些都是非常順其自然的耶 我不想因為 女人可能會因為年齡 去約束很多 你本來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才去做 動人這件事嘛 我覺得談戀愛 本來就是很健康的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 然後 一開始也是都很自然 然後後來被拍到 我就想說 那就承認了 因為 因為 也都 也幾歲了 對 這麼猴包 對啊